俄罗斯人也要吃榴莲 现在榴莲好像价格是降了一点 这里220 这一堆是160 泰国人在买 那边那个是200要小一些 前段时间好贵哦 前段时间可能是260左右吧 这段时间果然降了一点价 估计它可能不同的品种中间出现了断档期 现在榴莲季节应该还没过 现在那么热的天气 再等一等吧 今天可以再买一个 这两个可能是台湾 选了一个 380 380 好 现在都会说中文了 看一下运气怎么样 这边有一块肉 你们都会说中文了 últimos几个好 颜色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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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的金黄 颜色还不错 颜色还不错 可以放 可以放 还有那个东西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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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780元 快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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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帮我撑一下吗 撑一下榴莲肉 你们中文都说得很好 0.9公斤 那个肉有0.9公斤 要的多 多多多 不错哈 这个榴莲不错 肉挺多的 好谢谢 这个叫青梨 现在还有其他的品种吗 金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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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箭头 金箭头 现在还有 金箭有 这边那个就是金箭头 220了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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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点是200 哦 青梨是160 哦 现在这个榴莲一直要到几月份呢 什么时候结束 榴莲 不知道 不知道 啊 现在就是有青梨有金箭头 哦 哦 好 谢谢 在市场里面居然看见菜心啊 在泰国一直你看到这个 九四泰铢一公斤 九四泰铢一公斤 呃 九四泰铢一公斤 十块钱一斤 那价格跟在香港差不多 香港是零下菜心 第一次在泰国买菜心 看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柬埔寨姑娘挺不笑的 这边都从南瓜的接着 搞得了 搞得了 小心 抓你的 搞得让阿渣拉出过来看一下 最近澳洲大叔貌似又失戀了 他平时不喝酒的 但最近几次碰到他在游泳池 都有一点醉醺醺的样子 后来问了他 就是跟女朋友闹矛盾 一般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状态 刚开始是蜜月期 就是女孩子无欲无求 就是跟着他 但是他找的泰国姑娘 年龄都很小 一般都是20出头 但是都有一个小孩 并且小孩年龄还很小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一天以后蜜月期一过 这个泰国姑娘就会提出要求 比如说要带着小孩过来一起住 但是澳洲大叔明显是一个不太喜欢小孩的人 像我的小孩有时候跟他玩 如果太吵了了 我看他都在皱眉头 就想走 所以他不能接受 让泰国小孩过来跟他一起住 但是呢 那个泰国母亲啊 他又想跟自己的小孩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矛盾了 并且他们家也比较远 是住在村屋里的 所以这段时间他旅游就回去了 所以澳洲大叔 估计跟他旅游就面临着一个 一个 就是艰难的一个选择啊 澳洲大叔人还是比较强硬的一个人 比较硬的一个人 所以他一般也不会屈服 所以今天在那里菜市场 看见那个柬埔寨姑娘真的挺漂亮 可能找一个柬埔寨姑娘 对澳洲大叔更适合吧 啊 但愿如此 我觉得啊 找一个泰国姑娘 往往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老外他们现在就是选择 去柬埔寨或者老窝 或者菲律宾 带一个姑娘 然后到泰国来生活 远离他的良家 这样的话可能还 更长久一些吧 我们小区里面都有好几个 上一次我在那里喝咖啡也遇到一个德国人 他也是采用了这一招啊 看样子要 要给澳洲大叔支招了啊 不然的话看他这样子是不行的 我再去看一下那姑娘 另外的话最近在考虑 回国以后到底去哪里 我突然就想到了 我当时在国内买车的时候 我当时买了一辆那个 达奇亚冒险家 打的法国雷洛的车标 但是呢 是罗马里亚原产的一个车 我当时买这个车 我考虑的点啊就是可能要开着这个车到罗马里亚去找澳洲大叔 因为他在那里是一个大地主啊 有很广阔的田地 然后还有庄园 有有别墅啊 所以准备到他那里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车嘛 他最大的一个劣势啊 就是在国内没有维护没有保养 所以找零配件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那车主实际上全国估计也就两三百个吧 成立了一个群啊 大家群测群力 大家在 平常谁 每个地方坏了 需要什么零件啊 大家都在找 有什么替代品 因为他雷勒厂嘛 他跟那个泥商啊 就是跟那个日厂 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 所以基本上还是能解决 所以这个车在国内开的话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麻烦 当然我的车开了三年啊 2020年买到现在三年 开了5万公里一点毛密没有 但是也不能保证以后会出什么问题 特别是他的变速箱我比较担心啊 实际上这个车最佳组额就是 手动挡加柴油发动机 但是在国内的话 它是一个自动挡 自动波 那个自动波又是法国产的自动波 据说是质量比较堪忧 另外再是汽油发动机 油耗也比较高 但是这个车它开到国外去 就是它的一大优势 因为中国车你开到国外 你零售啊 你的那个售后保养啊 零件呢 零配件都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车 可以说是欧亚大陆 最流行的一款车 俄罗斯 印度 包括像乌克兰 罗马尼亚就更不用说了 东欧地区这个车到处都是 保养量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车一旦去自驾啊 因为我们去欧洲都是自驾的 欧亚大陆这条线 一路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 就是社会保养 如果开到罗马尼亚的话 有可能的话做一个改装啊 我当时想要不然把那颗自动箱 改成一个手动箱 不知道罗马尼亚行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完美了 那我这个车就无敌了 再看一下这个漂亮的 远不太过量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今天第一次在泰国瓷榴莲啊 纪念一下 你看这一块就 有我手那么大 不错 这一块小一点 但也不错啊 你看它实际上五块都比较平均啊 这一块挺大的 这一块挺大的 哇 这一块也是 哇 这一块最大的 这一块最大的 还有一块 最后一块 也不小 像这一块也不小 青泥它就是榴莲味很重 但是合比较大 金枕头都是合小肉多 但是口味比较清淡 这样大概 80人民币 大家觉得划算 拍一下今天的午餐啊 这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这个是在汪口龙买的扇贝 冻的扇贝 都是蒸一下就把它吃 这个是汪口龙买的澳洲进口牛肉 我一般都是买最贵的 你看它一公斤是899泰铢 因为这个牛排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比最贵的那吃起来那个 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再加一个牛油果 这就是 简单到中午的一餐